香港暗夜 它身处政治风暴漩涡 甚至有一些建制派的评论 您缺乏了在复杂环境下的政治智慧 在这个时候提供了反对派一个子弹 造成了这样大的风波 您在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一点点的不被理解 私下无人这种孤独感 肯定有 但是这个我相信对于每一个政府的首长 或者是每一个机关的这个领导 都是这个样子 最终无论你听了多少的意见 无论你也做了多少的评估 做决定的还是您一个人 是吗 差不多每天都要担心 今天晚上又去打什么地方 哪一个地铁又会被这个暴族破坏 所以这个心情现在看来 好像当时真的不知道是怎么过 周末的时候更痛苦 因为你知道周末的时候 往往有一些大型的游行 最后肯定要变成一个暴乱 香港教育被政治化 校园呈暴力温床 冲突还是蛮激烈的 尤其是在两个大学 我是在这两件事都有跟警队的高层联系的 我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现在不愿意做什么 他们不愿意就是去伤害 这个年轻人或者是学生 顺流逆流得失已看透 现在您会不会觉得顺流逆流 已经到了顺流的时候 不敢这么想 真的不敢这么想 因为香港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 我说每天都是严正以待 挂番继沧海 莫文西风链 问答神州本周继续专访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我和林郑月娥上一次相约问答 是在2019年的3月 当时正值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刚刚出台不久 他来北京参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领导小组会议 以及列席13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的开幕式 在那次的问答中 他和我讲到香港将迎来 难得的战略发展机遇 然而三个月后 香港跌进暗夜时刻 从初期的反修例游行 逐步演变为持续的社会暴力冲突 让香港这座国际化的城市的命运 陷入了长达一年的混乱与未知 在这场政治风暴中 特首林郑月娥首当其冲地 成为了反对派火攻的目标 外界很难想象 这一年对于他而言何等漫长 作为一个香港市民 我们在过去7月1号之前一年的时间 常常看到您带着一众高官 他们都站在您后头 但是您要独立地去面对很多媒体的质疑 或者是反对的意见的质疑 甚至有一些建制派的人也有这种评论 觉得您缺乏了在复杂环境下的政治智慧 在这个时候提供了反对派一个子弹 造成了这样大的风波 您在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一点点的不被理解 私下无人这种孤独感 肯定有 但是这个我相信对于每一个政府的首长 或者是每一个机关的这个领导 都是这个样子 因为最终无论你听了多少的意见 无论你做了多少的评估 做决定的还是您一个人 是吗 所以这种的孤单 这种有的时候有疑问 这个决定做得对还是不对 这个是肯定有的 即使这个我是比较乐观 我说每一件事 我们都是能把这个危机 转为一个契机 经过了这么大的动乱 很多人都是要反思 这个一国两制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每一件事 你比较平常心看 它肯定会为每一个人 每一个机构 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国家 带来一个好的这个启发 我个人就经过了这个启发 我前不久采访了您的同事 郑若华司长 他说想过政治很复杂 但没想过香港的政治会这么复杂 您自己一直是在政府的体系里面 你也没料到香港的政治会这么复杂 我真的没料过 真的没料过 我个人我不算是很懂得政治的人 我是一个管制的人 但是香港我现在看来 要有良好的管制 是跟政治分不开的 无论他去政府 做了多少好的政策 要是我们这个政治方面 不能走出这个困局 那是说 有不少的人 对于一国两制 他是掌握得不好 他以为 这个香港有高度的自治 等于香港可以自治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也不认为 在一国两制下 一国是个根 是个本 所以必须要把握一国 把握得好 也不能让两制 去对一国有所冲击 要是这些完全政治的问题 把握得不好 那么政策的推动 看来还是非常困难 问答中林郑月娥坦言 自己在香港出身长大 虽然过去也经历过 一些社会的动荡 但如此长时间 无限制地使用暴力 是自己从未见过的 这让她感到极为震惊和痛心 如今每每想到 那一段难熬的日子 林郑月娥依旧心有遗迹 都要担心 今天晚上又去打什么地方 哪一个地铁又会被暴徒破坏 哪一些商店又要 由于它是支持政府 或者是跟内地有关 就受到一些暴徒的去攻击 我又担心在执法的过程里边 我的警队的同事会不会受伤 所以这个心情现在看来 好像当时真的不知道是怎么过 每天晚上 午夜我们还在看 街头的情况是怎么样 周末的时候更痛苦 因为你知道周末的时候 往往有一些大型的游行 或者是游行的最后 肯定又变成一个暴乱 所以现在从7月1号到现在 就没看到这个情景 当然有人说是由于这个限聚令 什么的 我觉得不是 还是国安法 它产生了一些 一般人形容是正式的作用 其实在过去一年多 找到了很多爆破品 对 在这么多的街头运动上面 没有大的伤亡 对于香港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您那时候有没有担心到 不好睡觉的情况 肯定有 肯定有 因为当时的冲突还是蛮激烈的 尤其是在两个大学 一个是中文大学 一个是理工大学 我是当事人 我是在这两件事 都有跟警队的高层联系的 我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现在不愿意做什么 他们不愿意就是去伤害 这个年轻人或者是学生 什么 但是我希望社会看得清楚 其实这两件事 不是有人说什么警队要攻进 一个高等的学院 是有缘 有的肯定不是中文大学 跟理工大学的学生 有些暴徒走进这两个大学 用这个两个大学 做一个基地来攻进警队 或者是破坏比零的地方 因为理工大学是很近 我们那个海底的隧道 中文大学也是一个大的公路 所以当时警队是 以最克制 最容忍的态度 希望一个最和平的方法 有数据显示 自2019年的6月修例风波 引起的暴力违法事件中 共有3000多名大中小学生 因为违法暴力被捕 占所有被捕人士的40% 大学校园尤其成了暴力的温床 有评论认为 多年来香港教育 一直存在被政治化的问题 例如作为高中必修科目的通识教育 就多次被诟病没有统一的教材和大纲 导致香港有多少所高中 对于国情就有多少种表述 而2020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一道历史题目 更是引发了争议 题目为 1900到1945年间 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 你是否同意此说 2020年8月 林郑月娥邀请香港首任立法会主席 范徐利泰在礼宾复谈话时 向对方透露 未来两年 她在教育方面的工作方向 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而问答中 林郑月娥告诉我说 事实上需要拨乱反正的工作 并不只有教育领域 你还跟范徐利泰提到 未来的两年 你希望能够集中在教育方面 做拨乱反正的工作 可以告诉我们 您打算怎么做 是会在比如说国民教育 或者是近代史的教育上面 做些什么 当我说未来一两年 我尽量找一些是拨乱反正的事情做 这不单是教育 是很多方面 比如说 有很多的积累了 很多的问题 好像最近有人说 我们在公务员的管理方面 比以前要严格 这个也是拨乱反正 因为做的公务员 特区的公务员 当然是我们对他有要求 那么以前看到 有些公务员也参与 反政府的行为 那么现在当然是不能 也不应该永远 所以我不希望别人以为 我是针对教育 我是所有的事情 我觉得应该回到正本的方面 那么教育的事情 很多人都认为是出了一些问题 尤其是怎么帮助学生认识国家 建立一个正确的国家的观念 怎么去理解香港跟中央的关系 你不了解这么根本的问题 肯定要出错 所以我希望未来我们在教育方面 能加强 是做宣传呢 还是在教里面会进教科书呢 两方面都要做 其实这些教育的工作是 差不多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 投入一个贡献 家讲要做教育 我们刚才说去年见到 其实不单是年轻人学生 有的是父母跟他们一起出来 思维这个暴力的行为 这个我觉得是很不对的 这个家讲的教育 家庭的教育很重要 学校的教育 正规的教育很重要 那么社会的教育也很重要 您说有波乱反战的地方很多 那么除了您提到教育公务员 还有什么地方 有一些是不容易做的 虽然好像传媒 我们觉得传媒都应该是可以客观持平 但是香港毕竟是一个很自由开放的地方 而基本法也是这个尊重保护这个新闻的自由 所以我希望还是由传媒自己来处理 怎么可以做到比较客观持平 这个从社交媒体在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是怎么去动员 什么去传播一些假的消息 去让一般市民根本的分不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我们看是一些肯定是不会有人相信的事 而结果有很多香港人会相信 从而就影响了他们对于政府 对于中央的看法 也对于我们警队的看法 另外有很多是政府的行为 好像现在我们要经济尽快恢复起来 那么每一个政府的部门 这个也是我最近对他们的要求 我说每一个政府部门 你每天的工作 你都要先考虑 你的工作对这个经济的恢复 又没有一个正面的效果 你要处理每一个申请 你要问你处理的快一点 是不是让经济能恢复的快一点 可能成为他们的KPI的一部分 这个是好意见 2020年的5月22日 在全国两会开幕当天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成 做出了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此时列席会议的林郑月娥形容自己 感到一种久违的踏实 6月初林郑月娥带队再度赴北京 因为中央政府要就港区国安法立法 听取她的意见 这场会议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 对于港府提出的意见大部分被中央政府采纳 有评论说7月1号之后的香港市面 渐渐恢复了平静 而港区国安法的实施 某种程度上终止了香港这一段政治风暴 港府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 聚焦于防疫抗疫和重启经济 在5月份 全国人大决定要订定国安法的时候 当时有人评论说 这是大家没有想到的一个釜底抽薪的高招 您当时是怎么看的 因为您是最终的那个执行者 您会觉得会不会还是会担心 香港有不同的意见 或者是反对的意见 反对的意见是肯定有的 但是我以前接受访问我都说过 我当时形容我的心情就是非常踏实 因为已经经过了差不多一年 看到香港好像没什么出路 还是有很多人要反对中央 但是您没想到过中央会做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当然是比一般人要早知道 这个国家要做这件事情 我是完全支持赞成 也表示了我们特区政府是有能力去执行的 你刚才说反对意见肯定有 香港无论你做什么都有反对意见 那么最重要就是这个工作是对还是不对 我觉得这个工作肯定是对 而且要是早一点做可能更好 六月您从北京沟通完以后 您是否是觉得会更有底气了 这个我必须要再次表明 我对于中央这次在设立国安法的过程里边 它是非常开放的听意见 听的意见除了是特区政府的意见 也包括社会各界的意见 但是特区政府提的意见 这个大部分也接纳了 我知道有些意见不是在中央层面没有争议的 但是结果有很大部分还是采纳了 这不方便告诉我们是哪一些 这个就不太方便了 但总的来说 这个国安法是现在执行起来 对我们保护国家安全是非常有用的 2020年的8月15日 林郑月娥表示 自己已主动退回剑桥大学 沃尔森学院名誉院士明显 香港行政会议秘书处也按林郑月娥的通知 删除了他个人利益登记册上的这个身份 有人说您是画被动为主动 但是当学术的事情和政治挂在一起的时候 您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它也不是一个什么学术的事情 我是80年代政府把我送到这个学院里面念了一年书 但是当我选上了这个行政长官 这个学院的院长就说 我们很荣幸有一个救生成为香港的特首 要给我一个名誉的院士 而且他说 我能接受对香港跟建朝大学 建朝大学跟国家的合作是有利的 他特别提到是国家 这不单是香港 所以我当时就答应了 其实我对这些名誉是没有兴趣的 老实说要是我要 我觉得很多大学 当然现在是比较复杂了 我是一个被制裁的人 但是以前我是推了很多 大学给我名誉的博士啊什么什么的 所以他本身不是一个 他认为我是有什么学术的成就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一个 别人是非常专进的建朝大学的学院 应该是有这种客观 持平去调查 去看事实 才采取一个行动 因为要拿走一个 他们自己同意三年前 法初邀请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也是经过一个过程 所以要把自己的决定推翻 肯定应该也是有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 但是从现任院长给我的信 我没有这个感觉 他怎么写的 我觉得他跟一些反对派 写香港的事情是基本上没分别的 他听到看到一些报道 说香港现在没有学术自由 看到我作为特首是不允许 香港的大学里边的教授 讲一些反政府的说话 这个肯定不是事实 每一天要是有人每一天 看香港的报道 看一些杂志 看一些杂志 报章 反对政府 这个政府批评特首的文章 多得不得了 我的感觉是 既然这个学院都没有用 我认为一个高等学院 应该有的态度 我跟他有关系是很没有意思 但你没有想过说回一封信 说清楚香港的情况 有 我先后回了两次信 我相信学院是受到压力的 这个压力来自什么地方 我都知道 因为都是同一批人 都是在英国的政治圈里边 同一批人 也有一些香港的反对派 组成的所谓一个国际的阵线 去给他压力 当然是建筹大学里边 有些学生可能也是比较激进的 包括香港的学生 是吧 所以学院是受到一些压力 去年九月份已经跟我说 他受到一些压力 他现在不打算 马上采取行动 但是问我有什么意见 我就写了一个非常长的信 给他们解释 修例是什么事情 香港经历了一个什么的情况 当这次他又再给我写一个信 就是有关学术的自由什么的 我又再给他写一个信 也是很长的 但是我这个信的 最后我就说 由于我感觉到 学院在看这件事 没有采取一些客观的态度 我很难找到一个理由 去告诉我自己 为什么还要跟这个学院 保持一个关系 所以我就把这个民运感审退回 2020年的7月14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签署香港自治法 并且随即宣布 会采取一连串的措施 对此林郑月娥表示 美国对香港实施的 所谓制裁完全不合理 香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 受到另一个成员 不公平的对待 将向世贸组织申诉 也有立法会的议员说到 制裁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 对于香港成为科创中心 会受到影响 比如说一些高端的科研 在大学里面要购买芯片 这会不会影响到香港 在半导体方面 贸易的中心地位 影响是无可避免有的 但是我必须要严正地指出 这些香港跟美国的关系 不是一个美国给我们的特殊 一些优待的待遇不是 这个是两个地方 两个经济体的一些合作 好像我们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 即使我们是一个 这个funding member 我们是一开始 世界贸易组织 我们已经是成员 比咱们国家还要早 所以作为一个WTO 一个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 我们对其他的成员 当然是有一个平等的对待 所以他最近公布 说以往后香港出口 香港制造的货品 不能再形容 标记自为香港制造 这个肯定是无理的 所以我们就要提出抗议 到世界贸易组织里面 去找一个仲裁 什么的 所以这个是别人是无理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具理力争 那么另外有一些 他说暂停取消的 这个也不是一些优待的待遇 这个是双边的协议 好像是有关这个资安的 移交逃反或者是一些已经在仇的人员 把他送到别人的地方去继续坐牢 这些都是双边的 那么在一些双边的合作的协议里边 要是有人单方面要暂停要取消 那么问题还是他 不是我们 但是这些对香港影响也是不大 因为过往一段日子 往往是美国要求 在这个合作协议以下 要求我们帮忙的是 比我们要求美国要多的 但是最近有关航运的 这个无可否认是有一些影响 因为这个有关航运的 就是说本来是两地要交税 就可以避免双重的交税 那么要是没了 那么等于这个香港的公司 在美国还要交美国的税 就是航运 但是美国的航运公司 在香港也要交香港的税 反而是香港的公司 在香港这个航运 我们是有扩免的 但是对于香港 作为一个航运的中心 要是别人担心 美国对香港的航运的事业 有一些负面的看法 有一些不同的对待 肯定是对信心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们都跟这个航运界 现在在研究 究竟实体的影响在哪方面 我们有没有香港可以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 全世界去找 有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进口 包括当然是内地 所以目前来看就影响不算很大 但是我看未来这一两个月是比较关键 因为美国要大选 往往大选 前面都有更多的行动要采取了 那么要看看他们还要采取什么的不合理的措施 2020年的8月18日 林郑月娥恰满40年公务生涯 在这个与她而言极为特别的日子 林郑在社交网站上发文坦言 2019年是自己公务生涯中 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在那一段难熬的日子里 她常常用一段歌词陪伴勉励自己 几多心酸也未放手 只跟心中意愿走 从来得失我看透 这段歌词正来自香港歌手徐晓凤 在2018年宏馆演唱会上 送给林郑月娥的歌曲 顺流逆流 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应流 每火难目难过 共每星友善笑声 梦而隐隐相偶 小凤给您唱的那首歌 顺流逆流 这个是在你最艰难的那段时间 你很大的心声 那么现在您会不会觉得顺流逆流 已经到了顺流的时候 对您和对香港来说 我不敢这么想 真的不敢这么想 因为香港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 我说每天都是沿着以待 看看又出现一些什么的挑战 所以当特首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所以我真的以这个迎难而向 为我的宗旨 不要这个期望这个日子会好过 当特首的日子基本上不好过 但是每天就是希望为这个香港解决问题 但是我当然希望香港是走出疫情 进入顺境 但是现在客观看来 也不应该有这个想法 香港将会面对走过一段比较困难的时间 所以我真的希望香港的人 在这个中央支持下 能够团结一致 让我们好像以前 这个一样走过这一次的疫情 所以您觉得这次的逆境 主要是在疫情方面 不但是很多方面 这个我刚才也说了 我们这个外围的经济 受到打击了 无可否认 我们的国际的声誉 受到选害 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在讲香港的负面的情况 所以这个局势是方方面面的 所以这次不很容易可以在很短的时间 能够看到一个很理想的改变 但是我觉得好像我刚才说 还是有信心 谢谢这次的局势